好,我終於開始講國小數學了 剛開始講我是首先先講小五的音數跟倍數 我個人覺得在國小的數學裡面 你這個分數的部分你要把它處理好 你這樣子念國中才不會遇到困擾 那麼要把分數處理好呢 你就必須要先把這個音數跟倍數這件事情要處理好 那音數倍數要處理好 你要直數這件事情和和數這件事情 你要首先有一個認識 好,我們現在先進一下今天的這一題 那麼我在選題目的時候 我是先選比較有難度的題目 因為我剛開始在做題目的時候 我選的題目太簡單了 有一些網友說說題目太簡單了 還是要做一些稍微有點難度 但是我會安排時間針對單元 先把單元的定義先講一下 這樣子你們在看我們解題的時候 有一些基本概念不好的人 就比較容易看得懂 更容易知道我在幹什麼 好,有一箱水梨要分 分給七個人或分給九個人 它都會多出兩個 意思就是說是七跟九的倍數 七和九的倍數 倍數然後再多兩個就好 那麼我們就求這個七跟九的最小功倍數 因為七跟九不值 所以我們就九七六十三就可以了 六十三是可以把這個全部都分得剛剛好 可是它是說要多兩顆啊 所以我們就是六十三加二 意思這樣 好,我現在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我今天有六十五顆蘋果 水梨 那麼我如果說分給七個人 然後每個人呢九顆 我現在這樣子寫給你看 就是讓你知道說我們在幹什麼 然後再加上兩顆 就是多出來的水梨 這樣對不對 你看六十五顆水梨 會七個人 那每一個人呢拿到九顆 就需要九七六十三顆 六十三顆再加上兩顆 或者是九個人 那麼每一個人呢是拿到七顆 你看單位喔 那九個人每一個人七顆 是不是也是需要六十三顆 那麼也會多出兩顆 加起來都會等於六十五顆 所以最少要幾顆呢 最少要六十五顆 為什麼它這裡要講說 最少有幾顆 意思是說你只要是六十三的倍數 你可以很多顆啊 我現在舉例給大家看喔 好比說 這是最小公倍數 最小公倍數的兩倍 會是三二六 一二六 一二六 一二六再加上兩顆 會是一二八 你看喔 這一二八顆 如果說是一二八顆也可以喔 一二八顆 一二八顆 如果說是七個人的話 那麼就是十八顆 十八顆 你看七八七五十六 對不對 五十六計模 是不是 我再算這邊好了 七八五十六計模 七加一 七加五是不是十二 一二六 然後再加上兩顆 是不是就是一二八顆 然後九個人 如果說一個人是十四顆 好 再加上兩顆 也會是一二八顆 會有一二八顆 會有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呢 最少的是六十三顆 好